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科威特国土面积在世界上排名147位 但它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 以太明石油储量940亿桶约为世界总储量的10% 居全球前列 4.咱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科威特是5个创始成员国之一 5.科威特全境基本上都是荒芜的荒漠 海拔275米是全国地势最高的地方 6.作为一个荒漠 科威特全境没有常年有水的河流和湖泊 全年降雨量只有110毫米 但每年的蒸发量却是2000毫米 因此科威特大力发展海水氮化工程 每天的海水氮化量约占了世界的十分之一 除此之外还向伊拉克买水吃 7.石油是科威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财政收入90%以上来自石油 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 可以说石油就是它的经济支出 8.科威特现在人口400多万 但本国籍人口仅为30% 剩下的基本都是劳工 大多从事服务行业如汽车司机电源 家庭保姆等 相当于每个科威特人有两个外国佣人 9.科威特实行高福利制度 免缴个人所得税 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 10.因为政府有钱任性 科威特经常给本国百姓发放补贴 诸如生育补贴 上学补贴 结婚补贴 用水补贴 住房补贴等等 讲到这里小编真的很羡慕活在卡威特啊 11.科威特三分之一的土地 被美国划为了军事基地 当时用于海湾战争驻军 但已经过去了30年 依旧没有丝毫归还的意思 12.1990年8月2日 伊拉克十万军队入侵科威特 科威特顽强抵抗成功于一天内被全境占领 13.为什么伊拉克对科威特看不顺眼 要占领科威特 一部分原因是伊拉克和科威特 底下的油田可以说是一个 而这个油田是铁锅型的 伊拉克在锅边 科威特在锅底科威特开采的越多 伊拉克国土下的石油就越少 多人才露如杀人父母 要是我我也得打 14.科威特货币叫科威特迪纳尔 它是世界上币值最高的货币 以科威特迪纳尔等于21.2795人民币 6月5号汇率 以至于英镑最大面值50 而它的最大面值是20 15 科威特也可被称为撒币国 它现在每年都拿出接近4%的 GDP援助发展中国家 它成立了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 注资上百亿项发展中国家 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 资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试试项目的开发与建设 高实在是高 16.因为政府的高福利养猪政策 科威特的肥胖率达到了40%以上 几乎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肥胖的 是世界肥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17.因为土地贫瘠 所以海鱼是科威特人的重要食品 其中祖贝德鱼最受他们的欢迎 并被认为是世界上味道最美的鱼种之一 18.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 科威特允许一夫多妻治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政府开始鼓励一夫一妻治 还给只娶一个媳妇的男子奖励 19.迪瓦尼亚是科威特最富特色的社交活动 被称为民间议会 原意是科威特人家里一个 相对独立用来交流的客厅 现在只在此举行的社交活动已有约300年历史 20.科威特的国教是伊斯兰教 在科威特首都每隔300米左右就有 一座塔顶庄有新月标志的清真建筑 那里有高音喇叭 每天从凌晨5点到晚上10点 广播5次祈祷子 有点像我们村每天早上的大喇叭 声音很大 亲身经历摘月夜里3点开始 从梦里被惊醒了 21.科威特人从来不用费劲 继合唱他们的国歌 因为他们的国歌只有14秒钟 其实是副歌部分 22.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时 科威特运动员举的是国际奥委会LC旗帜 并且里约奥运会各种公开场合 科威特运动员代表团的英文标识都是LC 这是因为国际奥委会认为科威特正辅队 该国体育组织行使内部职能进行明显干预 违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自主自治原则 决定对科威特实施竞赛 所以科威特运动员只能以 个人名义出征里约奥运会 23.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指纹 是在科威特北部发掘的一块破碎的淘气上发现的 属于石器时代 24.从建国至今国族与科威特共交战16次 国族6胜4平6负 习惯了跟谁踢都是这样 25.相对高调的阿联酋 沙特 卡塔尔等王室 科威特王室深安闷声发大财的精髓 知识分享既要有趣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记号玩 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知识 最后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再见